本文素材来自陶瓷遗址一书 已经离我们远去 但是中国的许多历史文化传承也有所湮灭 传到现在也使之力破碎 所以恢复古老文化的传承成了许多史学家们最大的梦想 1978年发掘的陶寺遗址 无意点燃了许多史学家们的梦想 陶寺遗址距今有四千年左右 这是一个古代中国的巨型城池 在这片城池中不但有房屋建筑 城墙上楼 而且还有各种各样的陶器 青铜器 以及古老的文字和图腾 展示着四千多年前 我们先祖们的生活影像 专家们在发掘陶寺遗址的过程中 发现那时的人们就已经对建筑有了规划 甚至有可能已经有了图纸 因为古城中的夯土层和城墙 无论是走向还是位 这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 而专家断定 这很可能是中国古代都城制度的源头 除此之外 四千多年的古城就已经有了内外城之分 两个城池加起来的面积 有二百八十万平方米 当然如此大面积的都城 并不是一蹴而成 而是分时间去建造的 最早的一批城墙和最晚的一批城墙 中间建格了四百年之久 这也是中国迄今为止 发现的最大的都城遗址 而且在那个时候 阶级制度就已经有了雏形 这也是中国阶级制度最早的样子 在陶寺城内 东北部为宫殿 西南部居住的 则是当时的贵族 东南为墓地 西北则居住平民 祭祀的地方和观天象的地方 则专门围起来了一个小城 以象征其地位尊贵 2002年 陶古专家们在古城内 发现了天文台 并对其进行了复原 专家们发现 古人根据阳光的照射 已经能够准确地划分四大节气 并以此来播种和收获 而西乌国家通过阳光来区分节气 则要在五百年之后 比往国要晚很多年 陶寺古城的发掘 是古代文化的一个缩影 早在那个时候 古人们就已经出现了阶层 并且有了宗教文化 而且宗教文化占据了绝对的位置 古城虽然已经发掘了接近四十余年 但是仍然有许许多多的秘密 等着专家们去发掘 也许在不久的将来 最初的中国将会呈现在我们面前